港式和西式早餐都吃過了 今天不如煮一碗粥 再加牛里酥和炸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鈕訂閱我的頻道 Hello, 點外賣的 豬潤粥, 牛里酥和炸糧 不如煮到大廚 或是煮到小口 我還是煮到小口 把油油放進去 去煮掉 這次要把油油放進去 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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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皮蛋雙肉粥 這個就是豬潤粥 裡面還有牛里酥 還有煎堆 這個就是炸養 還有這兩個 這個是豬潤 還有這個是花生醬和甜醬混合 這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中式早餐 我們請量量倒豬潤 既然你混了這個醬 不如我們先試炸養 OK 那塊腸粉呢 厚度就是這樣的 我們先試一下 看不看你了 挺好啊 有點鹹 就算買到外賣 買到回來也不會冷 應該有兩條油炸餵 這條一條 味道正常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要說 試一下 竹 皮蛋 還有一些切碎的瘦肉 味道適中 不是太鹹 不是太甜 OK啊 味道不錯 它又不會很水 我覺得它那個 也算是稠的 味道也算滑 也不錯 我這個是豬潤粥 有豬潤 有些花生 有很少生菜絲 花生好像剛才看過有十粒 但看上去 就好像大概有八塊豬潤 那些粥呢 其實我覺得OK 買了回來這麼久 到現在 都暫時還沒出水 好像我那個很濃的 是不是因為我的肉 有些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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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更加濃 還有還有皮蛋 好 讓我試一下 正常粥呢 滑不滑 OK 有沒有偏淡偏淡 味道適中 豬潤 這個豬潤呢 在這裡來說 我覺得算OK 它不會腥 還有 有些豬潤咬下去 有陣臭味 或者有陣腥味 它都沒有的 薄薄的 真的不是很厚 如果再厚一點 就好一點 我自己喜歡的口感 但是 可能這個會不會這個薄 就容易一點熟 這樣就嘗嘗牛尼酥 油氣最怕是萬年油的味 我不知道它是否是萬年油 或者可能是很新鮮 我不知道 但是吃下去 就沒有萬年油的味道 即是5億 5億 沒錯 因為本來我們已經叫了這個 炸糧 我們就 沒有再叫油炸鬼了 所以只要試牛尼酥 和煎堆 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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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堆最忌是太硬了 最好就是有一點點硬 要可拿捏到它的質感 你又想有一點點煙 咬口 但又不會太硬 很香 這個是做到的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油 油 油那些嗎 很麻煩 始終這個整個放進去油 不停吸收 剛才師傅 是很大 很大的烹飪 炸的 所以是會油一點 但是 放入粥就吃了 對 但我覺得質感還不錯 對 還有芝麻味也挺香 有什麼想補充 沒有啊 挺好啊 我想吃完粥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吃這個 中式早餐 我們下次吃什麼呢 想想吧 下次告訴你 拜拜 拜拜